近日,在湖南长沙金开区,一辆白色的氢能重卡驶入三一绿电制氢加氢一体站。 工作人员确认储氢屏无泄露情况后,开启加氢枪为车辆注入氢气。 据悉,该站点是三一氢能有限公司新建设的中国首个2000公斤级制氢加氢一体站, 包含制氢区、增压储存区、加氢区三大功能分区,每日制氢加氢能力不少于两吨。 增压储存区总储氢量超过1000公斤,每天可服务100辆以上的氢能源车。 我们背后的这些设备就是电解水制氢的主要设备。 咱们看到后面那个圆形的设备就是碱性电解槽, 这个是个我们共苏自主研发的2000标方每小时的电解槽, 也就是一小时可以制氢180公斤。 它的制氢出来的纯度就将近99%的一个氢气纯度, 再通过我们后面两座分离和纯化设备将这个氢气纯度提升到五个九。 它就是相当于说把传统的花工厂里边这种大的制氢搬到了城区, 搬到了厂区周边,现场制氢,现场提纯来为车辆生产燃料。 在站内加氢区,共设有六个加住位,两个双系统加氢机, 可供四台氢能源车同时加住氢气。 三一氢能加氢装备所所长王志明介绍, 一体站相较于传统外贡氢加氢站, 可节省建站成本和氢气运输成本。 在65%运营负荷下,整站运营成本低于每公斤30元, 即在不考虑国家氢气补贴的情况下做到氢油同价。 目前行业的情况是这样,制约轻能交通发展的, 确实主要还是一个价格因素。 我们站采用的是绿电制氢加骨电制氢的模式。 绿电是我们园区已经建成的这种光伏绿电, 同时采用骨电来提高整站的运营负荷能力。 假如用电便宜了,因为正常的制氢70%以上的都是电费成本。 王志明介绍,整站采用集约科技和可复制的设计理念, 利用机库门设计,大幅缩小制氢厂房面积, 利用管沟式布置,提高设备区整洁性, 严密设置泄漏检测和防暴装置,提高制氢加氢安全性, 助力轻能交通运营场景示范应用推广。 我们现在通过设备的资质,通过光伏,通过就是用电成本的降低, 包括这个我们整站规模的降大,减少这个设备的分摊, 来提高这个整站的叫可持续性。 那目前我们就是算就是当达到1.3吨这个规模以后, 不依赖国家补贴,可以实现这个叫可持续运营。 那么这也是我们一个整站的一个特点, 当然我们整站也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可以向我推广。